他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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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今天师姐带来了日本恐怖电影《死亡拼图》 故事要从44日前开始说起 当时所有人都在为接下来的活动准备着 汤浅却躲进了卫生间 他是一个孤僻的男生 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不一会儿 邪刘海带着两人来找人 他撬开隔间门 将汤浅递流出来 老实安提还调侃了一句 三个男生脸上止不住相依 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没人在乎汤浅的想法 急来到体育馆 其他人正在聘一个向日葵状的积木 还剩最后一步 邪刘海将最后一块递给汤浅 等男孩没有表情地放好积木 所有人都开始鼓掌欢呼 正准备拍张照留作纪念式 一个女老师惊慌失措地跑进来 说外面有个女学生要跳楼 理事长等人大惊失色 立马跑了出去 几人劝接着 但那个名叫中村的女学生 只是面色沉沉地看着远方 最终还是从上面跳了下来 汤浅直勾勾盯着女孩 等人掉下来 她飞速跑过去 看着倒在花坛里的人 神情蒸蒸 不知道在想什么 24日前 汤浅独自来到医院 看望跳楼未死的中村 女孩面无表情地 看着面前摆放的食物 腿上的石膏 满是同学们的关心 她却毫不在乎 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直到男护士打翻输液屏 她才转过头愣愣地 看着回流的血液 脸上慢慢有了表情 双眼瞪大 回想起自己噩梦般的遭遇 中村一下子将针头拔出 不断拍打着流血的胳膊 把身边所有东西都摔到地上 直到看见汤浅 把男护士打倒在地 她才慢慢冷静下来 医生发现了病房内的动静 带走了汤浅 这期间中村一直看着她 画面一转向外一个男学生 正兴致勃勃地挖着小游戏 等另外三个同伴到来 她欢快地切断电线 带着人进入学校 路过挂着向日葵命具的墙 男学生给自己选了一个 又给身后之人挨够暗筒带上 向日葵小分队就此出动 三小弟提着大包东西走在前面 男学生就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他们的目的是料理室 怀孕的安田就在那里 女人正在里面被课 她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 并好奇去看 在扭头时就看到 蹲在料理台后的男学生 她吓了一跳 想转身离开 三小弟已在后面等着她 办公室内 理事长四人正想着 如何提高声援 上方的广播突然嗡鸣两声 一个视针的声音传出来 让他们打开电视机 西装男赶紧打开 几人便看见了男学生 而安田老师就被堵着嘴 绑在地上不断挣扎着 四人大惊失色 男学生提出自己的要求 要与他们玩游戏 女老师急得跑去报警 电话却打不出去 西装男连忙拿出手机 一把刀突然扎进 安田的小腿里 四人吓了一跳 眼看刀又对准了 安田的肚子 他们一阵惊慌 刀子颤颤巍巍地 在上面移动 但男学生只是让他们 玩游戏并没有扎下去 不一会儿 办公室门被打开 一个篮子被踢了进来 让他们在一分钟内 上脚手机 男学生嘴里数着数 刀又扎进安田的小腿 他们赶紧把手机 放进篮子 眼镜迟迟不交 但那刀就在 安田腿里搅动着 他也连忙把手机 交了出去 四人眼巴巴看着电视机 男学生这才告知 游戏规则 眼镜他们要在 三小时内完成拼图 碎片被绑在玩具车上 随机出现 拼好图才能救下安田 营救任务十分困难 浪里室内 三小弟拿出设备 监视着四人 男学生却折磨安田 他从架子上 拿出盘子 找他扔去 盘子擦破身体 扔到地上 虽没砸到自己 但安田十分害怕 不断扭动着身体 男学生还不满足 跳上一旁的架子 将上面的东西 一路踢到地上 一把将冰箱推倒 下来后 他继续朝安田扔东西 地上一片混乱 三小弟看着暴躁的男学生 都不敢说话 默默去监视 男学生拿着鸡蛋 朝地上砸去 还故意将蛋液 淋到安田受伤的腿上 把蛋液和血液 搅合在一起 另一边 四个老师通过广播 听到安田的痛哭声 立马开始了行动 几日分配好 楼层四处寻找拼图 没想到的是 玩具车上 还有小型炸弹 不时爆炸 他们被耍得灰头土脸 气喘吁吁 男学生还在继续折磨安田 他取下对方嘴里的布 把西红柿塞进他嘴里 糊着他一脸 没了新鲜的 就捡起地上剩余的 继续往脸上涂抹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 男学生通知 女老师他们前往体育馆 一张围绕着 纸花的照片拼图 就放在地上 三人赶紧去拼 那照片上竟然是理事长 还差最后一片 他们这才想起理事长不在 办公室内理事长 正翻找着东西 他发现一辆玩具车 好奇地看着上面的摄像头 一阵白烟喷出 他顿时晕了过去 凌乱的照片撒在旁边 男学生带着人搬走理事长 外面一个女人在接应几人 车缓缓开启 四人摘下面具 这是汤茜和席流行几人 女人则是汤茜的母亲 三高老师来到办公室 却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用 眼镜从电视上发现 料理室内只剩下安田一人 几人立马又跑去救人 料理室内一个微波炉 掉在天花板上 绳子的另一头就绑在门口 安田重新被堵住嘴 听到外面的撞击声 他哼哼着连连摇摇头 却无法发出声响 救人心切的西装男打开门 微波炉从上面掉了下来 直直地砸安田的肚子 雪姬从他身下缓缓躺出来 警方进入了调查 发现处理事长外 还有三个学生失踪了 其中一个就是邪刘海 他的父亲三刘是个警察 按规矩三刘是不能留下查案的 同事便暂时拿走了 他的警员证 爱子心切的男人 便决定自己去查 他先找到 因失去孩子大受刺激的安田 拿出一张账单 想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但女人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又听见婴儿的哭声 他连忙捂住耳朵拎开 三刘只好去寻找其他线索 他将有关人员 都记录在本上挨个寻访 最后一个就是汤浅 他便来到汤浅家询问 提起对方去探望中村时 打人的事情 想要试探一些情报 却被汤浅妈打断 汤浅借此回到了过世 22日前 汤浅约邪刘海三人家公园见面 向几人展示了 他们的做坏事的视频 威胁他们加入他的复仇队伍 邪刘海情绪激动地 冲上去抢手机 却被汤浅拿刀捅了腿 倒在地上 A和B顿时不敢再动弹 只好答应了他 回应完的汤浅 并房内的电视正在播报之前 发生的恶性案子 看到汤浅到来 女孩便向他询问 汤浅的回答击中了他的内心 他赶紧拉上围脸 而汤浅便未多说 只留下一个信封便离开了 中村十分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打开他 接天后 理事长筹备的活动暗时展出 他的女儿卷发妹替他讲话 旁边的向日葵突然倒了下来 三流立马起雇人群来到前方 看见上面有一个红色的二维码 这时旁边的教室内 发出奇怪的动静 几次询问后 里面没有回应 三流猛地打开门 失踪的A和B被绑在里面 头上带着奇怪的装置 显示着时间 里面还传出嘀嘀声 三流赶忙上去查看 新的拼图游戏开始了 AB头上都被装了炸弹 天黑就会爆炸 招人拆除也不行 而拼图都在镇上的单车上 当然单车上也装了炸弹 随时汇报 这次汤浅要带全镇人玩 警察们顺着汤浅的思路 火速在镇上寻找着 到处都有人炸伤 而汤浅就透过窗户 看着外面忙乱的警察 悠闲地喝着饮料 不摸自己的爱宠 如火如荼的 寻碎片活动 马上就要结设 还查最后两片 中村同样来到了现场 他拿出汤浅留下的信封 拄着拐杖来到天台上 到处里面的东西正是关键的 两片拼图 中村死死盯着他们 扔进了火盆里 他没发现安田正在上面看着他 游戏失败了 炸弹上的时间飞速流逝 警察开始驱赶A和B的家人 避免造成伤亡 中村就站在黄线外 等待两人的结局 时间到了 血从脑袋两边喷出来 白墙被染上了红色 中村瞪大了伤眼 内心引有触动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释放 安田死死盯着中村 他找到三流 将他后来取出的拼图给了对方 他的身体不允许他为孩子报仇 便将希望寄托在三流身上 时间来到中村出院那天 汤浅看着外面的阳光 来医院接他 听到女孩的询问 来到自己家 递给他一个向人葵面具 两人一起进入地下室 邪刘海和理事长都关在这里 汤浅立行公式 给他俩一人来了一道 并邀请中村一起加入 女孩却十分害怕 他扯下面具 一步步后退着 跑出了地下室 向同样来到汤浅家的三流求救 但对方却拿出拼图 质问他为何不救人 中村正想解释 汤浅替着面具走了出来 三流立马抓住中村 威胁汤浅 询问自己儿子的下落 看着对方慢慢走过来 三流手上微微用力 卸从中村的脖子上渗出 汤浅立马停住 按三流要求扔掉刀 带他去了地下室 这时 汤浅抹着锅冲了出来 三流躲避时将中村扔到了一边 汤浅赶紧拿着刀冲过去 却被打倒在地 三流也不恋战 向地下室冲去 被汤浅捅了一刀 他支住对方 抱着他一起滚下楼梯 撞碎了一块拼图后 三流终于找到了儿子 却晕了过去 中村跟着来到地下室 看着求救的鞋刘海 瞬间回想起 他不堪的过去 当时安田带他去见理事长 他进入办公室后 被对方要求伸出手 随后男人暧昧地 含住了他的手指 中村想要逃跑 却被理事长抓住 眼看清白不保 这时鞋刘海下人来了 他赶忙向对方求救 却没想到 他们跟理事长一样亲手不如 还要录视频 结束之后 中村拖着疲累的身体离开 又被安田撞倒 看对方早已被理事长收买 回想到这一气的中村 不断喘息着 又想起 他曾经向他们求救 却并没有被放过 他气愤地拿起地上的刀 捅向了两人 捅完后 才镇定下来 安静地看着手上的血 中村释放内心的邪恶 动动着玻璃柜内的蜥蜴 按汤浅要求 抓着活蹦乱跳的小白鼠尾巴 喂给了蜥蜴 然后和对方静静地看着他进食 接下来 就轮到西流海了 15分钟前 汤浅已经准备好 开始最后的游戏 他让警方去收集车铃 填满活动室外准备好的小洞 另一边 李市长艰难地挣脱了 吊着他的铁链 旁边的电视上放着他的罪证 在他面前还躺着一个 头戴面具 身穿校服的女生 李市长从女生兜里 取出钥匙 解开身上的铁链 又去对方的身上翻找着 受了伤的男人 不想着赶紧逃跑 反而色心不死 汤浅和中村 就坐在一旁的楼梯上 看着他的行为 八小时前 中村故意摔倒在 卷发妹面前 善良的女人 把女孩送回家 结果扬入狼口 被换上的校服绑起来 扔进了地下室 戴上面具 李市长误以为他是中村 便强迫了他 结束后才发现 脖子上 还戴着一条熟悉的项链 他赶紧取下面具 被放检视自己的女儿 李市长惊恐地大喊起来 另一边三流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着 他挣扎时 弄倒一旁的垃圾桶 里面竟掉出一颗人头来 那是汤浅的爸爸 因为男人总是家暴妈妈 便被汤浅杀掉 汤浅妈给三流播放了 邪流孩侵犯中村的视频 男人惊呆了 不敢相信 那是自己的儿子 女人又换到 邪流孩现在的视频 打算让两人一起死去 没想到 他根本不是三流的对手 反而被反杀 三流来到汤浅的卧室 拿着桌上的剪刀出了神 警方那边终于完成了游戏 里面却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人偶 原来这不过是个障眼法 邪流孩同样被杀死了 13分钟前 三流来到学校 这里已被警方控制住 不允许人进去 汤浅和中村已站在天台上 之前搭建的向日葵金木 已经被五马分尸 用绳子连接着 放到了天台边上 两人奔跑着各段绳子 邪流孩的尸体就在金木里 与金木一起被分尸了 三流发现儿子惨死 顿时大叫起来 看到汤浅站在天台上望着他 他挣脱警察们的控制 快速地上了天台 三流人已经有些疯膜 害怕同事上来阻挠 便拿东西挡住门 双手举着刀小心前进 汤浅早已站在门头上 他跳下去 用铁棍袭击对方 但普通中学生 哪里是警察的对手 他很快被三流反制住 三流不停殴打汤浅 发泄自己的怒火 又拿剪刀 剪掉汤浅的跟剑 汤浅顿时抱着伤腿 大声痛呼 他看着提前躲好的中村 嘴里不停喊着他的名字 而三流还不满足 又拿到一根一根 剪掉汤浅的手指 男孩的身体痛得不断抽搐着 一分钟前中村下了楼 捡起地上的铁棍 冲向背对他的三流 男人被砸懵 反应过来后一脚踹到了他 举着刀向他扑过去 为了救人 汤浅抱住三流的腿 中村趁机将刀打掉 又拿铁棍捅了三流 汤浅看着纠缠的两人 捡起地上的刀扔给女孩 中村找准时机 捡起刀捅进了三流的太阳穴 斜剑到女孩的脸上 他发了狠 手一上一下 差点把三流捅成马蜂窝 汤浅从地上爬起来 把男人推到天台边上 却被三流抓着一起掉了下去 他伸出手 高处的中村同样伸出手回应 他已经疯磨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设定巧妙 里面的人在玩拼图游戏 屏幕前的观众同样一事 通过各个时间段发生那事 拼出中村的遭遇 中村遭到理事长和邪刘海等人的欺辱 并想跳楼自杀 被孤僻的汤浅目睹 他内心恶的欲望被引出来 替中村完成了复仇 日本电影总喜欢探讨人性 本片自然也不例外 影片血腥程度不错 道气的手法也算新颖 感谢你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宝贵的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世界和你下期再见